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缘分到了的时候 让我们一起来征服股海共创双赢 好 我们先看一下台北股市这几天的走势都很戏剧化 上个礼拜这个美国股市还记得礼拜四是一个重挫的一个走势 礼拜五哇又大涨上来 也让台北股市上个礼拜五跟着跳空重挫204点下去之后呢 今天反而是变成一个跳空开高 一开盘上涨181点 一度冲高涨了286点 最高来到17947 不过18000好像没有能够这么容易过得去 那收盘指数的部分就在这样开高 然后来回震荡之下 收盘是上涨了一个152点 以17814点做收 成交量在5540亿的量能 那今天大盘指数的部分是跳空开高上冲下洗 可是肋股走势哇又完全不一样了 你会看到上个礼拜都还很强劲的一个传产股 包括了像在光光造纸还记得上礼拜三 因为大家在期待说7月12号是不是能够违解封啦 这个解除三级警戒啦 所以光光股啦造纸股上个礼拜三都大涨 结果呢接下来指数来回震荡 看到光光股跟造纸类股指数 你看这三天都是连续下跌 今天光光股又跌了2.7% 这个我在上个礼拜都有提醒过大家 小心这种都可能是一日行情而已 那一日行情的不止光光造纸 包括像航运股 上个礼拜四也是强力反弹 大家觉得哎呀航海王又回来了 结果礼拜五马上中错 今天指数涨了152点盘装还涨200多点 结果航运股又是开高走低 类股指数今天又翻黑跌了0.08%下来 那反而是今天那指数为什么能够涨152点 轮回到电子股涨了1.35% 那今天电子股领均加权指数拉高 问题出展那电子指数 今天的上涨会是代表它开始重回主流了吗 还是会不会又是一日行情而已 这个部分大盘的部分 类股怎么去操作 我们待会再来跟大家做详尽的说明 那节目一开始 我们还是先按照惯例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现龙老师今天给会员朋友操作建议的内容 那今天7月12号 每天第一步我们都会先帮会员朋友 观察好今天的盘式 适合做多还做空呢 那看到礼拜五的美股大涨上来 小NAS的旗指今天早盘还续涨了十多点 看起来国际股市暂时稳住正脚了 那台股今天是靠着台积电 跳空开高涨了十一块开出 来到五百九十五 还是没降回到六百元大关 那也让指数跳空开高 几涨马上就涨了两百点左右 那首盘是一个多方量五百六十七亿 预估量今天早盘其实有六千亿上下 旗指的涨幅也跟现货算起来差不多 所以我原判今天应该是开高 这个拉高之后呢 上冲下息会有剧烈震荡 重点还是在个股强弱差异的一个变化 那今天开高走高 那就这个震荡 那量的部分预估还不错 有六千亿上下 所以现龙老师今天建议会员朋友 采取短多的策略 锁定的标的 是上个礼拜 我们也曾经做过一趟的 四九六一的天狱 还记得上个礼拜三二七码 三三七码 赚了十块加差放进口袋 那今天呢 又有这地方观察到 早盘开高一度拉回震荡 做一个洗盘之后 大户疑似再度进货 转强讯号出现 所以现龙老师今天复制成功模式 要做短多先买 那只是今天跟会员朋友说一声抱歉 今天没有能够复制到成功的模式 因为你看到这是早上九点三十四分 我们发出指令 快打当冲表底 今天做短多 四九六一的天狱 转线技术名额转强去讯号 这次定价在三百一十元以下 现股要先做买进 停损呢 三百零四元 目标放在三百二十五块的价位 不要用市价去追高杀低 那不过今天到了九点五十九分的时候 今天的天狱很抱歉 总是上没有如预期的转强拉高上去 反而这地方卖压出现 九点五十九分 触及到我们预设的停损三百零四元 因此二话不说 立即通知会员朋友 三百零四的价位把它卖掉 遵守纪律 请勿做凹单的动作 你看到现荣老师操作就是这样 每次出手都先跟大家讲 停损在哪里 并且万一碰到都遵守 严格来控制风险 绝不熬单 这是我们操作的原则 当然讲到这里 可能有些投资朋友会说 哎呀这个老师好奇怪哦 赔钱的停损了 还拿出来讲哦 其他投股老师每天都把大获全胜呢 各位投资朋友 其实 这就是现荣老师 成立极品操盘团队 这么多年来的一个坚持 希望带给投资朋友的是一个专业用心 但是重点是有诚信的操盘服务 什么叫诚信 很多头部老师可能也都说他有诚信啊 结果呢 都是报了一大堆股票 只拿赚钱的奖 赔钱的都不说 结果呢 甚至把会员分成了N组 每一组会员都不一样 对不对 每一组会员的股票都不一样 电视上永远在说自己大获全胜的时候 结果你参加的 怎么永远跟电视上参加的 那一组老师的股票都不一样 我只能这么说啦 我相信你可能都参加过这样的老师 对不对 每天推荐三到五档股票 给各种的会员 一个月推荐过几十档 一个月推荐几十档 当然总有几档会赚钱 几档今天会涨 就把今天涨的赚钱的拿出来说 赔钱的套牢的都藏起来不讲 那有些老师是一档股票 跌了就叫你买进 跌了就叫你买进 把你的钱当做用不完一样 无限加码 这样无限加码下去 当然再弱的股票 总有一天跌升也会反弹 一反弹就告诉你 你看最低点的买了赚了多少 其实会员手上的股票都在高档套牢啊 哪有钱再无限加码下去 对不对 有办法买到最低点吗 没有 好 有些老师是一边教你做当冲 一边又叫你做波段 常常都是有赚钱的时候 就赚一点点就叫你赶快冲掉了 看错的时候就跟你说 没关系 这一档放波段好了 那听起来好像没有错啊 来当冲波段两相宜 但是我提醒大家 这往往是做股票的兵家大计 因为他会让你每次看对的股票 很快就冲掉 看错的股票才放波段 到最后你会发现 怎么满手波段的股票 都是看错的 都是套牢的 到最后赚小钱赔大钱 告诉大家就是这么来 好 那甚至很多老师是把会员分成N组 每一组股票都不一样 所以在电视上永远有一组会员的股票 今天涨停榜大获全胜 有没有那一组会员不知道 只知道怎么电视上秀的 永远不是你参加的这一组 各位投资朋友 我相信你都可能参加过这样的投股老师 到最后电视上说自己大获全胜 天天赚大钱 加入就发现假的 能帮你赚钱吗 不行啊 那现龙老师这么多年来坚持 不说谎 不骗人 所以我再三强调 我不可能保证你天天都赚 有看对一定会有看错的时刻 但我给你别人没有的四大保证 哪四大保证 就是刚才所讲的这一些 你放心绝对都不会加入之后出现 就是第一个保证 跟着我做当冲 我们当冲股当天淡一进 绝对就是当天淡一出 不会赚了钱冲掉看错叫你放波段 叫你熬单 我们绝不熬单 第二个保证 每天只会最多两档当冲股给你 其实正常都一档 我不会给你一堆股票叫你设飞标 也不会带你杀进杀出几次趟 我们每天就找最有把握的一档 顶多两档要操作就好 第三个保证 每个会员跟着我做当冲 收到的当冲股都会是相从股票 今天其实所有会员也都只收到一档 四九六一的天狱 对不对 没有其他的了 第四个最重要 如果节目当中秀的当冲股 跟会员收到的不一样 老师当场赔偿一百万 而且永远退出股市 为什么 就是要给大家百分之百的人格诚信 保证给你 最高标准在要求自己 所以这就是县隆老师这么多年来的坚持 坚持不说谎 不骗人 而且你看到 每天都在诚实报告 每一笔操作 看对的 没看错的 有赚的没赚的 甚至像今天看错停损 我们都诚实报告给大家看 我只求认同县隆老师理念的 如果你认同县隆老师这样子 严格遵守纪律 出手先设好停损 不对 二话不多 说收回资金 如果你认同县隆老师这样子 每天诚实报告 每一笔操作 有赚没赚 看错 通通都诚实讲 那么都欢迎大家 当缘分到了 让我们一起来征服股海 共创双赢 当然也利用这个机会 提醒投资朋友 那做股票操作 没有那种稳赚不赔 天天大获全胜这种神话 那做股票 就好像吃烧饼一样 吃烧饼 哪有不掉芝麻的 对不对 重点是记得一件事情 那掉个芝麻很正常 却绝对不可以怎样 只吃芝麻 却掉了一大个烧饼下去 什么意思 也就是我们做股票 要成为一个操盘考手 看对看错一定都会发生 但是看对的时候 有时候大赚 有时候小赚 这都是正常 但是记得一件事情 万一看错了 就只能够小赔就跑 对不对 千万不让大赔 绝对不让大赔这件事情来做发生 这样长期下来看错顶多小赔 看对有时候小赚 有时候大赚 这样长期下来才能够成为赢家 好就像天狱今天我们看错 好这地方啊这个赔个两趴 县荣老师每次预设的停损都是一趴多顶趴 顶多两趴左右 看对的时候呢 上个礼拜我们也做过一趟天狱啊 7月5号那天 大户洗完盘进货转强讯号出现 我们建议短多先买 一早建议大家 三二七以下来做买进 后来呢十点多拉高上去到338 我们337以上建议大家可以卖出了 那天赚多少 那天就是赚十块价差嘛 对不对 省三趴左右一百万做个三张 那天是开开心心 三万入袋啊 好那不止啊 对不对 像之前做新商店也是车用电子的股票 大户洗完盘再度进货 转强讯号出现之下 建议会员朋友短多先买 好那一天是建议会员朋友 六八点九以下来做买进 那最低到六八点八 拉高上去目标七一点九 顺利达正 我们碰到七十二块的时候 通知大家可以获利入大佬 对不对 就是这样三块钱价差 三块价差 他六十几块而已 对不对 一百万可以做十五张 等于四趴多等于十五张下来 那一天很多人帮自己利用一档金像店 就加薪个四万五 躺起来了 对不对 或者像是这个地方 凯美好那一天是前一天 隔日冲大户锁掌停 隔天再拉高反手出货 转弱讯号被我们发现 建议会员朋友短空先卖 先卖之后呢 这地方一看到这个 那一天的凯美 卖在一二零点五以上 杀下去一一七点五以下买回 哇 这个也是有三块以上的价差 所以低下到一五点五 你看十张又是三万以上了 所以这就是我所说的 一个操盘高手 当你看错的时候 顶多小赔就好跑 绝对不让大赔发生 看对有时候小赚 有时候大赚 这样长期下来 这才能够成为真正的赢家 这也是现龙老师 在带会员朋友做股票的方式 当然我们都会继续坚持下去 更坚持不说谎不骗人 每天在尝试报告 每一笔操作 都欢迎认同现龙老师理念 如果你认同现龙老师这样 严格控制风险 看错小赔就跑 看对有时候大赚 有时候小赚 任同现龙老师这样 每天诚实报告 每一笔操作的 都欢迎大家 缘分到了 让我们一起来征服股海 共创双赢 好那接下来的行情 继续这地方跟大家来做分析 当然就这个类股来看 我之前都提到过 航运的部分 现在虽然警惕看起来很旺 但是当大股东 都已经在这地方大 这个高档申报转让的时候 记得这距离股价高档 都已经不远 虽然不是说马上反转重挫 但是你在这边 已经不是针对航运股 去all in的时刻了 顶多就短线进出 上个礼拜四拉一根 你看连续两天拉回 其实很多股票也都这样 对不对 这个造纸股 观光股 上礼拜三大涨一天 然后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 哇又跌下来 这就是我之前跟大家所说的 你看到投信这些波段法人 都怎样 都在逢高调节 波段法人长线大户保守 广网站在卖方 外资呢 外资的旗子进空单将近三万口 股票是一下子在买 一下子又在卖 连外资都在短进短出 你可以看到现在都是短线大户在掌控盘式 当冲隔日冲 这造成现在股价剧烈的震大 轮动速度会非常的快 那今天又轮到电子股 但是电子股你觉得就会这样一路上去吗 我还是提醒 包括5G智慧手机 现在需求不如预期 包括这个上游 晶圆代工晶圆制造的部分 已经有景气 触顶反转的危机 那可能在车用电子这一块 会有一些个股比较有机会 但是轮动速度也很快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你怎么去操作 你要买股票爆波段 你会发现赚钱很难 风险很大 甚至到处去追逐强势股 想要买股票爆波段 想要拼大的 最后却是摸天赚金条 一追又套牢 最后又是赚指数赔价差 对不对 那这次还指数还在高档 万一这个地方又跟17709一样 突破之后又来个急沙拉回 突破之后又来个急速回马枪 到时候可能又要很多人受到重伤了 你会发现买股票在这里要爆波段 赚钱难就算了 风险还很大 所以县荣老师才会跟大家强调 在这个阶段怎么去操作 才能够真正掌握赚钱机会 这是我们的快打当冲作战计划 因为我们的快打当冲作战 讲求的是四个字盘中满手 但是赚了就走 在四个字重点在这里 盘后一定空手 让你能够高枕无忧 不敢说没有风险 一定有看对也会有看错的时刻 但是我们帮你把风险降到最低最低 对不对 这地方做股票就是这样子 不用爆股票爆在那里 像这几天美股剧烈震荡 很多人上礼拜五 哇看到美股重挫 急急忙忙股票砍光光 甚至又去放空 啊礼拜这个 结果礼拜五晚上美股又大涨 哇今天又把股票这地方再去追回来 你会发现 你爆股票 在那边凹着 其实更是在赌博啊 对不对 可是我们的快打当冲作战不是 我们的快打当冲作战盘中满手 有赚钱机会我们还是把握 但盘后一定空手 不用去担心美股大涨还大跌 这样才能够帮你顾好生活品质 早上掌握得到赚钱机会 晚上还睡得饱饱的 不用去担心美股 快进快出受到大盘趋势影响会非常的低 我们的操作要灵活 随时可以先买也随时可以先卖 重点是在这里 帮你把风险降到最低最低 因为我们不会股票爆在那里 哇万一美股一个重挫 台股可能这个直接手上股票 一开盘直接跳空崩跌下去 对不对 甚至行情反转 哇越套越深越赔越多 变长期套劳 我们都不会 也不会说放空 哎呀龙卷大增之后 又把它拉上去 到时候龙卷要强制回补 我跟大家讲过很多次 你可以对台北股市觉得 涨多了保守没有关系 但是不要放空 为什么 因为台北股市的交易制度 针对对对空头不公平 除了龙卷一多都会被人家看到 更要一年龙卷强制回补个好几次 对三四月份股东会前两个月 回补一次 七八月除全息又要回补一次 所以你看放空真的就容易被嘎 所以我跟你讲你不用你可以保守 你不要随便空 原因在这里 对不对 那我们就不用担心 会不会放空被嘎 钱还可以放在别的地方 升更多利息 用最小的风险来掌握赚钱机会 来累积财富 所以我说这才是最好的操作策略 我们的快打当冲作战计划 当然对很多投资朋友来讲 可能没有时间看盘 可能看半天觉得当冲好像在赌博 都是在这地方靠运气 那我只能说如果你觉得当冲是在靠运气的 那是因为没有找到正确方法 那很多人觉得当冲都只能赚个几百块一两千 一赔可能就几万块几十万就这样赔掉了 那我更告诉你 那代表你的方法错误了 怎么办 我们知道你真的需要我们帮忙 所以我们诚心邀请你来加入 有我现龙老师亲自带领的极品操盘团队 这个地方我再强调一次 我们的当冲不是盲目追高杀低 更不是出手只想赚个几百块一两千就跑 而是每天按照专业的SOP 第一步观察盘式决定多空之后 找到符合条件的个股 确认转折时果断出手 最重要一点无论如何遵守纪律理性操作 当天进就是当天出 每天出手都先严格控制风行 像我们上个礼拜做天律 有吗 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三二七以下买进 哇三三七以上卖出 专制十块价差 三张就三万了 包括镜像店 这地方也是三块价差 他股价比较便宜 一百万做个十五张 一天甚至可以加薪个四万五 好 今天看错 赔个两%左右 马上就给他六块钱的价差 看错小赔就跑 看对十块回来 就是这样的方式之下 甚至像这个地方 这个五月份 大盘重挫两千五百点 再强谈两千点回来 我们当冲一定有赚有赔嘛 对不对 重点是每一笔 县荣老师都诚实报告给大家看 重点是你看盈亏相抵之后 累计投包率超过了20% 23.9% 等于投资吧 假设每一档一百万左右来做操作 一个月下来帮自己加薪各十百千万 十万真的不是不可能梦想 利用当冲可以让你多创造一份收入 多添加一份薪水 让你能够借此来提升生活的品质 甚至实现人生很多梦想 记得 重点是要用正确的方法来做操作 而不是出手只想赚几百块一两千 一赔就想要凹单最后变成重伤 赔个几万几十万出去 不是 要用正确的方法 严格控制风险 那这样的一个操作 这才是真正的赢家 那为了帮助更多投资朋友 也能够利用当冲作战 来提升生活品质 实现人生的梦想 县荣老师 这边特别帮大家争取 一个年终大回馈的感恩活动 面对现在诡谴的盘石 我们每天精选标的 文杂文打来提供大家 特别提供年终大回馈 我发五发专案 详细内容 欢迎跟我们的服务人员来做联络 第二阶段马上再回到节目现场 五八旺旺来 五八旺旺来 书部阵线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头顾高老师 极品操盘惨罪 入会专线02-2781-0909 2781-0909 现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这两天感谢很多投资朋友打电话进来 在询问现荣老师的基品操盘团队 特别要感谢 有一些老朋友老会员们这地方 这几天还特别说要来支持现荣老师 要提前做续约的动作 为什么呢 这些投资朋友这些老朋友都说 真的看了那么多 跟过那么多投雇老师 就只有一个现荣老师 真的每天电视上所讲的任何一档股票 就是手上实际操作的 没有任何虚伪造价 光是这样的诚实诚信 他们说就值得继续来做支持 来做加入 当然现荣老师很开心 能够获得老朋友们的支持 我们也会秉持这样的理念 继续坚持 坚持不说谎 不骗人 而且每天诚实报告 每一笔操作 只求缘分到了的时候 一起来征服孤海 共创双赢 当然如果你还在这边考虑 犹豫 到底这么多电视上的投雇老师 该选谁呢 也提醒大家 孙子巴菲特讲过 他在用人的时候 会去观察三个条件 哪三个条件呢 一叫诚实 二叫聪明 三叫活力 那是三个条件 当然都很重要 但是哪一个最重要 诚信两个字 因为一个人如果很聪明 又很有活力 却没有诚信 只能说到最后 其他两种特质 会害惨的你 这是巴菲特所说的 他用人的时候 会评估的三个条件 那这个投资朋友 可以自行来才是考考 当然如果你需要找一个 有诚实又有这地方 专业用心的操盘团队 我们都欢迎大家 极品操盘团队 会是你最好的选择 那我们的快打 当冲作战计划 内容再强调一次 每天只会最多提供 两档当冲股给你 会清楚的告诉你 今天要买还是要卖 会清楚的提供进场价 预设停损跟获利目标 所以不会报一档股票 叫你自己试价去追 去帮别人抬轿 到了假 简讯通知你 没到假需要修正 当天带你进 一定就当天带你出 今天天律看错 触及停损也是二话不说 严格控制风险 遵守几率收回资金 看对上个礼拜 一样做天律 一口气三二七码进 拉高到三三七以上 十块钱价差 就这样赚起来 三张就有三万块可以放进口袋的机会 对不对 甚至像金箱店 一口气也是三块加差 十五张 一百万做十五张 一天加薪个四万五 不是不可能梦想 就是这样看错 小赔就跑 绝不让大赔发生 看对有时候小赚 有时候大赚 长期下来 这才能够成为真正的赢家 这还能够当个快乐当充足 多创造一份收入 多加一份薪水 当然认同县荣老师理念的 也想利用当充 多创造一份收入 来提升你的生活品质 实现人生梦想 不要犹豫不决 现在特别提供大家 年终感恩大回馈 58我发专案 指名加入 由我县荣老师 亲自带领的极品操盘团队 让我们一起来 征服股海 共创双赢 本服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